顿悟禅宗经典六祖谈经的一首寄语 胜过你阅读一万本心灵鸡汤 很多人在读到神秀上座写的《绅士菩提书》 心如明镜台 时始秦福世 物始惹尘埃时 已经觉得这首佛祭写得太牛逼了 但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后来会能的佛祭菩提本无数 明镜一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着尘埃一出 一下子就把神秀比了下去 那会能的这首佛祭 到底比神秀厉害在哪里呢 古祖红人法师是这样认为的 神秀的佛祭未见本性 使道门外 未入门内 如此见解 密无上菩提 了不可的 无上菩提 须得言下十字本心 凡字本性 可见 未见本性的神秀仍是佛学的门外汉 所以也没办法寻觅到真正的菩提 而独悟到一切与万法 不离自性的慧能 知到一切皆空 所以 已见本性的他 能送出菩提本无数 明镜一飞台 本来无一物 和处惹尘埃 这样充满大智慧的佛祭 这跟我们平常经常听到的未曾拿起 谈和放下 所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 现在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拿起了很多东西 所以放不下比如面子 尊严这些令自己端着的东西 殊不知自己其实什么都没拿起过 这让我想起了天道这部电视剧中 欧阳雪和肖亚文的一段对话 欧阳雪对肖亚文说 以前我对你不了解 今天在酒桌上 看你 跟韩总说那些话 特别让我佩服 一点不端着 肖亚文一笑说 手里空空的 拿什么端着呢 手里空空的 拿什么端着呢 这句话其实说得非常妙 没有大智慧的人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 所以 后来同样是面对刚开的小公司 格律师被林宇峰领衔的月圣大集团诉讼这件事情 刘冰 冯士杰和叶小明三个大男人蜀目寸光的端着 在向月圣求和未遂后 第一时间 选择了从格律师公司退股 而看似小女人的肖亚文 则从中读取到了格律师公司胜诉机会极大的信息 一点都不端着的他 最终帮助格律师公司打赢官司 令月圣不得不和格律师合并 肖亚文的事业从此突飞梦境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而不识本心的刘冰和林宇峰 最终因为自己的贪念 落得着一个跳楼自杀 一个特意开车坠入悬崖的悲剧下场 可见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只有认知到自己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我们才能顿悟到自现本性 才能过好这一生 不然就会像寒寒说的听过很多道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误懂会能法师的上述佛计 胜过你阅读再多的心灵鸡汤 感谢观看